大家好,我是April 今天去了山頂逛西高山 西高山這條路線可以說又容易逛 風景又一流 最適合就是一家大小去逛 如果大家喜歡吃喝玩樂和親子遊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這次我們就是開車上來山頂 當日是季節 所以一早就放棄了咪錶位 最後決定拍在山頂廣場的停車場 他們的拍車優惠都不錯 滿消費100元便可以免費拍一個小時 滿300元便可以拍兩個小時 平日的話會再便宜些 而且山頂廣場也多了些有趣的店舖 例如這間Candilicious 我每次來山頂都會走個圈買下糖吃 又是一間會令人少女心爆發的店 然後就在家裡睡覺 擦著一間會買下糖吃 很美好 而且多了些比較親民的食店 起碼不用每次來都吃麥當勞和Burguer King 所以開車的朋友 如果萬一咪錶位滿了 都不妨可以拍在山頂廣場 拍好車去洗手間就準備出發 在凌霄閣旁邊就是我們的起點 這裡會有兩條路可以到達西高山 一條就是夏力道 一條就是盧吉道 大家千萬不要走錯中間那條路 看地圖 夏力道會比較短 換言之會快一點到達西高山 但今次我們會先走盧吉道 因為這裡會比較多打卡位 就算不走上西高山 在這裡散步看看風景都一流 回程的時候我們才走夏力道回來 一開始走的時候 都好像走公園一樣 全部都是平路 而且全程都有樹蔭遮擋 就算夏天好熱 都不會太辛苦 不過都要提提大家 這裡都幾多蚊 而且蚊很大隻 記住做足防蚊措施 走了大約十分鐘左右 就會開始見到維港 但這裡都不算最美 再走前些 就會欣賞到整個維多利亞的景色 就可以了 你看看牠是否很高 這是全香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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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最高的 嗯? 最高的 我發現這裡原來更漂亮 我覺得這裡比靈蕭葛欣賞的景色更壯觀 所以強烈建議大家 就算不走上西高山 來到山頂都要走過來看風景拍照 好看 當日天氣其實真的很棒 藍天白穩 還有微風吹著 整條路都走得很舒服 但就在半小時之後 將會發生一件晴天霹靂的事 令我整個人都倒下 唉…大家看下去就知道了 說回這條行山路徑 除了有很漂亮的風景之外 也有很多高大的樹木和不同的植物 可以給你親親大自然 如果走到累 途中都會有很多休息的地方 例如一些石椅和觀賞台 讓大家坐下來休息一下 走了大約一小時左右 就會到達一個小公園 如果大家不停就這樣走 我想半小時至八小時都可以走到這裡 在梁亭旁邊都會有指示牌 指向西高山的方向 跟著指示牌走 經過小公園 就會見到另外一個指示牌 走下樓梯就會見到一條很窄的路 走到這裡為止仍然很舒服 但走多幾分鐘就會見到一個平地 經過這個平地就是考驗的開始了 其實從這裡開始走上去 都是短短15分鐘的路程 不過要走成600多級樓梯 你也別說不喘氣 不過石級是由石屎鋪成 比起普通的山路都走得舒服和安全 這個塊是什麼意思 向上面寫著 未知前行幾多里 山形全移鼓勵你 即是還未知道要走多幾遠 不過就鼓勵你繼續走上去 好嗎 好 加油 GO 這是什麼標誌 走一半 好 那繼續走 加油 途中都會有指示牌 告訴你你走了多少 不過不要告訴我好像更好 看完牌之後好像累了 你看 雖然真的很累 但抱著可以看到美景的心情 都會繼續努力 但就在這個時候 晴天霹靂的事就發生了 沒錯 走到一半竟然超大霧 什麼都看不到 半小時前還是藍天白雲 半小時後 天變得很黑 還很大霧 山長水遠來看風景的我 真是超失望 你們有沒有試過這個情況 我也是第一次看著天變得這麼快 雖然走到一半 心情已經down 但無論如何都要完成它 到了 上來 上來都會有個牌 寫著你已經到達了西高山 現在位於494米上的高峰 在這裡都會有一個小小的觀景台 去給你360度欣賞香港的景色 但當日真的很大霧 我們360度也是霧 然後就弄得我一頭霧 唉 不過正常來說 在這裡是可以觀賞到整個香港島的景色 和無敵大海景 我唯有放之前我拍的照片給大家看 在這裡 因為上來真的超級大風 還有些冷 還有我們很怕下雨 所以都沒有逗留太久 就回程了 希望下次來的時候 可以好天好到最後 我們回程就會走回比較短程的 下力度回去 這條路跟路吉道很不一樣 雖然沒什麼風景看 但這裡也有很多健身設施 可以讓人做運動 途中還看到有人Busking 這條路全程大約走10至15分鐘 就會回到山頂廣場 今天開心嗎? 開心 開心 開心嗎? 剛才做了什麼? 我們有行山 還有玩公園 還有玩公園 不過行山呢 山上有什麼看? 沒有東西看 沒有東西看? 知不知道為什麼看不到東西? 剛才 很大霧 很大霧 對 那我再一次再來好不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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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